今天聊天了,當時現場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時我身處在田徑場裡的混合採訪區 準備等流場跑完分組賽就跟他做訪問 其實也有很多運動員留在採訪區 想說看完流場跑才回到更衣室休息 到事件發生的一刻,流場跌倒了 其實全部人都很驚訝 包括這些運動員 很多都是顯示出難以置上的表情抱著頭 他們都說對流場跌倒 他們感覺到完全不知道怎樣反應好 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而傳媒亦都一樣 事件發生的時候,全部傳媒都靜光 特別是內地的傳媒 有些女的記者更加是眼有淚光 他們都跟一些內地的運動員談過 好像跟流場一樣跑百一米蘭的謝文俊 他們只是肯回應自己的表現 對於流場這件事就不肯回應 流場第三次參加奧運 是第二次未能完成第一圈的賽事 2008年在北京和今年在倫敦 都是在初賽完成不到的 我們會留在倫敦繼續為大家關注這件事 先交回香港 謝謝 而有田經教練就認為 流場受傷還困擾做不到七步上爛 這個傷是否影響到呢 如果在慢鏡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它在七步之後上爛是上不到爛的 即是前掌是踏上爛板的 這個我估計其實它是可能舊環影響它一起步之後 就第一下已經是有痛的感覺 其實一個自然的調節就是會縮一縮 變成步短了 因為通常高手七步上爛 它就真的七步數到很準 如果你說因為受傷影響了你的發揮 就在那裡出事 等一下還有更多奧運消息交回給兩位